欢迎回来 在上一集的天下纵红谈里面 郭主任告诉了我们 其实如果真的要想好好利用暑假的话呢 跟着妈妈或者带着小朋友 一起到ACHI里面去了解 看看暑假的课程是什么 就可以让你的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可是其实最近郭主任也告诉了 我们UC自传上面有非常大的改变了 如果在暑假里面想要提充自己的写作能力的话 应该要从哪几个方面下手呢 对 其实在UC大学在申请自传 过去几十年来都没什么改变 它都会是两个promp 两个题目 那这两个题目那你写到一千个字 所以因为每年都写一样的内容 所以大家也都没什么创新 没什么创意 而大家几万 九万到十一万个人申请一个大学 都写一样的内容 那UC加大从今年2016年它已经开始改变了 它说你要写自传 我一次给你八个主题 八个主题你来挑 你挑出你最适合你最喜欢 最能够表达你特色的四个题目来写 以前的是一千个字 现在每一个题目最多是三百五十个字 乘以四是一千四百个字 所以写作的内容篇幅主题范围都增加了 那你要写什么呢 它肯定是写你个人的领导能力 它要知道 你对事情的好奇心它要知道 你最喜欢的subject 你的科目是什么 还有你跟别的学生之间有什么不同 你的特色是什么 还有你对家庭 对社会的贡献 或者你overcome的一个problem 解决问题 解决困难的这些能力 还有说你从喜欢的科目 到你跟周围的人际关系的互动 其实简单用简单的话来讲 UC大学他们在申请大学的自传 它越来越不像的一个 public school的那种写自传的模式 它比较像Ivy League 就是长春藤大学失利名校的那种方式 它给你更多的空间 给你更多的叫自主权去发挥 就是说我给你所有的打扮的 衣服 发妆品 这个胶水 你自己要造型 自己设计 自己造型 而不是说今天进去穿一套制服 全部一样的发型 一样的衣服 一样的鞋子 大家都是工厂包装出来的 那种模式去申请 那大学给你更多的选择权 跟自主权的时候 那学生就开始要思考了 你遇到这么多的题目 那到底你能发挥的空间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怎么让这几 你知道你每写一篇自传 就是有9万个人到11万个人 也在写 跟你写一样的 那学校才收你 可能收1万多个人进来 收1万多到2万个人进来 那最后4000多个人去上课 那这样子一个大的 一个样板的这个模式 那你要从这个里面 跳脱出你的特色 所以在ACI就帮学生 写自传的观念里面 我们会教导孩子 大学最重关键的 不是说你最后的一个 叫做成品是什么 就是说你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包括像SAT的分数 你考了以前满分2400 你考2200 那GPA满分是4分 或者你是拿的 weighted的 你是4.5 4.6 那你就是拿了4.2 GPA加2200的SAT 就去申请大学了 这是正常的 现在申请大学是说 它不是只是看到GPA4.6 SAT2200 它说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 你的2200分是怎么念出来 怎么达到的 GPA4.6是怎么努力达到 你的起点是什么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我要知道你的过程 而不单只是 最后一个ending的一个结果 这是最大的申请大学 差别在这里 所以其实现在申请大学 它单单的不只是要看到 你的就是你的过程而已 它可能还要知道 你怎么叙述你的过程 让我觉得你这个人 是很interesting的 moreover 他要知道 我在你的过程当中 你学习到了什么 学习完了之后 今天到社会当中 又可以对社会回馈些什么 没错 其实大学一直是 努力把这些 要收进来的学生 要把它造就成 就是你一从学校毕业 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 一个社会人士 是一个工作在职场上受欢迎 大家公司要请责来聘用你 录取你 所以思维开始改变了 它不是说培养出一些 具备一些特殊的一些知识 可是在工作场合上 或在人际关系 在沟通上 你可能汉格不入 你跟人家没办法沟通相处的 大学已经很清楚 他今天培养出来的人 你一放到各个的职场 你的单位 你的企业 公司里面 你很容易跟人家 进入那个状态 叫做工作跟人际关系 跟情绪的状态 所以你一直在 我常常在讲说申请大学 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其实你就把一个 就像说你的孩子 如果可以被Google Microsoft 或者Amazon Yahoo 这种大公司 Hire的话 我就跟你讲 我都不要看成绩 我说你孩子肯定很棒 在沟通表达技巧 思维逻辑 处理问题 对事情的看法 因为他要的是有热情 热情 好奇心 creativity 有passion 懂得关怀别人 而且懂得知道消费者 要的是什么 他们才能当一些 电脑的设计师 工程师 或者行销人员 或者管理财务的 或者去制作工厂部门的 设计制造的 每样东西都是一个 大的整合 所以你不是只是一个 小螺丝钉了 你是整个工厂的 这个装配 这个生产线 装配链里面 每一个环节 你都要能够理解 所以ACI在教学生 是根据这样子一个架构 来教你怎么申请大学 怎么去写字传 所以我们教的是 很广很深入的 可是我觉得 现在大学里面 变得更有灵活运用性 因为他想要他的学生 或者他今天想要 recruit进来的学生 是要可以 把他们自己的生活 表现在他们的大学里面的 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还是会问 那郭主任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是不是从九年级开始 我就要马不停蹄的 不管我做什么 就一定要赶快记得 我这个要赶快把它保留起来 我以后 Just in case 要用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用得到 对 小令你的观念很正确 就是说 你现在所有做的 每一个想法 每个事情 每一个跟人的接触 听一场演讲 读一本好书 参加一个活动 其实在对申请大学来讲 它都可以释放出一些加分 或者一些正面的效果 如果你去ignore它 你去忽略它 你最后想不起来 找不到这个资料 而且没有经过分析归类 处理以后 这些资料是凌乱的 大学会看不懂 看不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 你有什么样的潜能 你有什么样的performance表现 还有预测 你在未来成功的指数 我在教我的学生来讲 我就你要尽量让大学的 mission officer 或大学里面的老师教授 看到你是一个可照之才 或者你已经是一个somebody 是个人物 是个人才 而且你能够对这个世界 周围的社会人 包括家庭 社区 教会 或者这个宗教 还有艺术活动团体 你有一定的影响力 记住你的influence power 这次是大学要的 所以很多有时候 学生在问我 我每一个学生都会量身定做 他说你告诉我 我们来讨论你的特色特点 你的dream 你的goer 梦想是什么 那周围的环境 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养分 跟supporting 支持资源 那你就开始做什么 整合 做整合的工作 consolidate这些资讯 consolidate这些才华 这些能力 最后把你这个 就是设计成一个 大学会很喜欢的性格 有charisma 有leadership 有一个变成一个caring person giving person 懂得关怀别人 给他付出 那这些观念放进去以后 我们不是只讲 我是要我们ACI学生 真正去做到这些事情 在你的生活中实践出来 对家庭的付出关心 对你父母的感激 帮忙做家事 对你的社区 对你的学校 有能力的地方 要出你的能力 有想法要出你的想法 那这些东西 才是大学真正要 它不要你只是嘴巴讲 它你做的过程 我也要看到 重点是要看得到 这些才叫真的是实践 因为你如果在嘴巴里面 讲一讲 都没有完全做到 任何事情的话 说了等于没说是一样的 那反过来说好了 因为其实现在 像instagram跟facebook 都非常非常的popular 很多学生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之后的后果会是什么 随便拍个照片 或者随便写一写东西 就直接放到facebook 跟instagram上面了 这样是不是就等于 完全造成了反效果呢 对如果是说你很多东西 你不加上一些思考的因素进去 或者文化的涵养 就是人文数值 你什么东西是快速出来 快速加工 快速处理 快速消失 那你事实上没有留下什么 就像假设instagram 你拍一张照片出去 这张照片不是一个 有经典之作 不是有震撼人心 有感动人的 那也就是一个 就是电脑里面的一个trash 就是一个资讯没有用的 马上就处理掉 delete掉了 所以你虽然给了很多 post上网或upload上去 传出去很多 但是没有造成一种影响力 我们想到大学就说 你是一个leader 然后你又发挥 你的正面的思考 正面的影响力 正面的观点 所以像你讲说处理文字 处理你的思考 处理你的这个 所有的语音 或者作品来讲 你要想说这个东西 别人看到你写的东西 别人看到你拍摄的照片 你记录的一个文字 你的旅游的经验 你帮助社区服务 他们有没有感动 有没有影响力 有的话大学就会选你 所以其实这个 是要经过思考的 我觉得不是 像很多学生就是 我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 我就随便po一po 可是这些都是 无意义的po 无意义的po上去 其实对大学来说 根本是完全就是 像您刚刚说到的 我只是一个trash 我只是把它放到trash canary 可是如果你是经过思考的 让你觉得 其实你是有影响力的 你对community的事情 做了一些事情 你对自己做了事情 你对你po上去的文字负责 我觉得大学想要看的 是你今天 可以成为用你的文字 让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之后进到社会之后 才可以变成社会里面 负责任的人 今天非常谢谢郭主任 来到我们天下纵横谈 跟我们谈到了 其实这一次 UC在2016年的所有写作方面的这些改变 当然啦 在8个里面选择4个题目 写出1400个字 对您来说 也许有些困难 可是如果您经过高人指点 这个困难的路程 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这个高人是谁 他就是郭主任 中文字幕志愿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